今天分享包菜鲜嫩爽口的做法,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一个包菜,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包菜的根部给它切掉 根部去掉后,咱们再用手给它撕成小朵 用手撕出来的包菜比切得更好吃 全部撕好后,咱们再放入清水里 把包菜给它洗一洗,再浸泡个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段大葱,切成葱花 准备两粒大蒜,切成蒜片 切好再放入碟里 然后再加入一把干辣椒 一小把花椒 最后把泡好的包菜捞出控水杯药 接下来锅里烧油 油热后放入葱蒜,干辣椒,花椒 稍微炒一炒,爆出香味 然后再把包菜倒入锅里 再用大火开始翻炒 把包菜的水分炒干 等包菜炒到变软,透明状况就说明熟了 然后调味,加入少许盐,少许鸡精,白糖,适量的生抽 然后再用大火快速翻炒翻炒 把调料炒均匀后出锅 这样一道鲜嫩爽口的炒包菜就做好了 家人们要是喜欢 给强子一个点赞收藏加关注呗 谢谢